前几天,顺丰控股公告显示 已完成5亿元碳中和债券的发行 债券期限为3年,票面利率为3.79% 简称21顺丰G1 这是自碳中和债券推出以来 首次由民营企业作为主体完成的债券发行 债券获得了2.3倍认购 主承销商为中信建设正确和中信正确 顺丰发的这个21顺丰G1 碳中和债券准备干嘛用呢 资料显示,顺丰你将不低于70%的募资 用于偿还绿色建筑顺丰总部大厦的建设贷款 剩余部分用于补充公司运营的资金 那么问题来了 碳中和债是个什么东西呢 对中国经济发展有什么帮助和意义吗 那今天的视频里我们简单聊了这个话题 记得关注我 不然你如果想找都找不到我了 我们回到正题 去年9月 我国领导人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上 庄严宣告 2030年前中国要碳达峰 2060年要实现碳中和 业内称之为3060的气候目标 随着中国气候战略红图的不断扑开 中国的碳达峰 碳中和目标正不断在催化绿色金融领域的创新 而碳中和债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的 那所谓碳中和债 实际上是绿色债券的一个子品种 是指在现行绿色债券证券框架下 将募金资金专项用于具有碳减排放效益的绿色项目 对比一般绿色债券 碳中和债的准入目录更为聚焦 通过碳中和债券目的道资金 将专项用于清洁能源 清洁交通 绿色建筑 碳汇林业等具有碳减排放效益的绿色项目 并由专业第三方机构 对碳减排等环境效益进行量化评估测算 那债券发生后 在存续期内会持续披露项目进展情况 以及碳减排效益实现情况等等 那实际上早在今年28号 全国首批六支碳中和债就已经在银行间债券市场成功发行 合计发行规模人民币64个亿 那发行人包括华能国际 国家电头 南方电网 三下集团 亚龙江水电和四川机场集团 那目击资金全部用于具有碳减排放效益的绿色产业项目 那项目领域包括风电光辅水电等清洁能源和绿色建筑 那木头项目建成运营后预计 每年将减少二氧化碳碳排放 合计4164.7万吨 那以四川机场为例 此次四川机场的目击资金 拟全部用于成都天府国际机场的工程项目建设 据特色外 木头项目预计每年可减排1.97万吨二氧化碳 具有显著的碳减排等环境效益 那顺丰市如何满足条件允许发行这笔碳中和债呢 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管理局发布的一份项目资料显示 顺丰总部大厦位于该合作区内 占地6118.8平方米 规划建筑面积7.6万平方米 计划总投资约20个亿 那项目以前海总体规划为中心 围绕水城低碳减排 环保节能等方面 打造具有顺丰特色的绿色建筑 那什么特色啊 顺丰总部大厦获得了国家绿色建筑和 LEDNC双认证项目设计 那该项目设计工程中采用了 能耗分相计量 高效冷水机组 高效节能维护结构 以及照明系统 地下CO检测 大空间设计二氧化碳排放联动 集中供冷设计 室外雨水回灌等多种低碳环保 适能化的绿色建筑技术 建筑节能达51.24% 非传统水盐利用率达2.03% 除此之外 顺丰空股在碳中和领域还有多项措施 顺丰空股2020年度可持续发展报告显示 公司已在绿色包装 新能源动力解决方案的技术上 搭建碳排放管理体系 2020年顺丰空股投放了1.71万辆新能源车 较2019年提高了50% 覆盖了185个城市 在打造绿色包装方面 顺丰对包装进行了技术改造 实现了节省原质约2.6万吨 节省塑料约8000吨 合计减少碳排放约7万吨的成果 所以你看 当其他国家尤其美国还在为碳中和 空喊口号拿汽油大棒制裁别国的时候 中国早已开始为自己的碳中和 付出了实际行动 走出了符合自己经济发展和 具有实际可操作意义的碳中和道路 通过金融债券市场 鼓励低碳环保绿色建设 为这些企业机构组织的健康发展 提供金融保障 当了解到碳中和债是个什么东西的时候 是不是你也觉得碳中和债是个好东西呢 是不是也想有买的冲动了 那关于碳中和的未来机会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 马骏说 未来30多年内 我国实现碳中和所需的绿色低碳环保投资的规模 应该在百万亿人民币以上 也可能达到数百万亿元 碳中和因此将为绿色金融带来巨大机遇 此外 碳中和债对于吸引外资也将是一个很好的抓手 财经评论员 冉学东这样说 我们目前发的碳中和债 也符合国际资本市场协会的一个要求 有利于我们债券市场吸引外资 也有利于我们债券市场的国际化 因为这几年 境外资金进入我国的资金量很大 也有利于金融市场的稳定 有利于防范金融风险 既能为国内经济建设提供金融保障 又能为吸引外资防范金融风险提供抓手 期待碳中和债能给国民经济发展带来更多好处 也落到实处 那经济发展很重要 但是老百姓也想要的是青山绿水 健康幸福的生活 那我是童子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记得关注我 不然你会想找都找不到我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